男子去公司面试结果遭到套路 让他贷款22万买辆货车跑运输生意 结果分币没赚 反而负债累累 男子一气下抄起板凳整顿职场 那么事情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周先生表示 前阵子自己想换份工作 于是在网上搜寻招聘企业 很快一家物流公司引起了他的注意 岗位是货车司机月薪2万 对于周先生来说 这可是相当不错的待遇 更令他十分欣喜的是 面试官看了他一眼 就宣布通过面试 在周先生看来 对方一定是被自己的英姿萨爽所迷惑 不然怎么这么快就通过面试呢 然而到了上班第一天 他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公司并不会提供货车 而是要让周先生从公司里贷款 来购买一辆货车 并且会给周先生提供资源 保证他每月拿2万工资稳赚不赔 就这样贷款了22万买辆货车 结果一个月下来 周先生就意识到了不妥 原本承诺的2万底薪 到头来仅仅有1000块 周先生别提有多气愤了 要知道他每月应还的贷款 就要5000多 这样下去 他肯定会把底库赔光 而经理却劝他别急 毕竟刚干一个月 肯定赚不到多少钱 周先生只要坚持下去 就一定能够成功 就这样 周先生在一次又一次的话柄下 不仅没赚到钱 反而赔的越来越多 这下周先生再也无法抑制情绪 周先生此刻已经意识到 自己遭到了套路 这根本就不是物流公司 而是一家贷款公司 招他入职 完全是为了忽悠他贷款 于是周先生找来媒体 来到公司讨个公道 面对当初2万底薪的承诺 经理却装傻充愣 表示自己从未说过 见到经理满口胡话 周先生的怒火已经憋到了嗓子眼 可经理依旧失口否认 自己给过周先生承诺 就这样周先生冻了怒气 经理险些失去声息 男子去公司面试货运司机 殊不知对方是家贷款公司 在层层套路下 男子贷款22万买了辆货车 原本公司承诺保底2万 结果每月只赚1千 周先生意识到遭遇套路 便找到经理讨要说法 可经理却倒打一耙 表示自己从未做出2万元的承诺 也就是这番话 彻底激怒了周先生 周先生先是泼了经理一杯凉水 随后抄起板凳 对着经理一番伺候 如果不是现场拉下人员众多 说不定经理就能买车买房了 他愤愤不平地表示 他们确实承诺过 周先生一个月能赚2万 但前提是要付出努力和汗水 可周先生却只顾偷懒 因为运输货物的所有资源 都是公司给周先生联系 但周先生却挑3-4 太累的活他不拉 不赚钱的活也不拉 如此眼高手低 又怎能赚钱了 而帮助周先生的调解员 此刻也开始训斥周先生 本事不大脾气倒是不小 即便有理 也让周先生给打成无理了 你都是之前在有的 你打人了 你都全醋了 懂不懂 周先生意识到 在这样闹下去 自己不仅没有补偿 反而还会赔上一笔医药费 于是态度开始缓和 坐下继续和对方协商 如今周先生想要把车退掉 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工作人员承诺 只要周先生肯吃苦 他们派发什么火 周先生就接什么火 那么保证他能赚到钱 而周先生也不敢反驳 毕竟他刚刚动手打了人家 所以只好同意 说是他退款不大 这个我也没法 这只有人民了 你不过我干批起 我拿出来把人去找起回事 同时提醒大家 遇事一定要冷静 不要采取暴力手段 否则有理也会变成无理 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 我们下期再见